一夜之间,高考考生,志愿,突遭篡改 我第一次愿,现在是一型九年转的学员 现在被改成十年三号之一学员 志愿被改为同一学校,这是巧合还是人为 学校早就做成我们自己的天初号了 要不然就算我们啥都要找别人做 我觉得不可能我们学院不都挺乖的 考生志愿能否改为,七少的事件隐藏着怎样的内幕 稍后,今日说法给您播出 四川眉山,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调查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目前,高考招生工作仍然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经过了寒窗苦读,再加上考场上的拼搏 有不少考生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即将要跨入他们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 但是,就在这期间 四川省梅山市万圣中学的十二名考生 却经历了一场特殊的风波 那是在今年的六月二十八日 这十二名考生突然发现他们填报的高考志愿 在一夜之间被人篡改了 而且还改到了同一所学校 那么在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事情 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挥的调查 赵凯是最早发现志愿被改的学生之一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他上网查询 自己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时 发现原本填报的志愿竟然被人给改了 这让他一下子傻了眼 看到志愿被改,赵凯立即在班级的QQ群上 发布了这个消息 很快,这个让人惊讶的消息在同学中传开了 随后同学们也都上网查看 自己的志愿是不是出了问题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竟然有十多名同学跟赵凯一样 志愿也都被更改为四川三河职业学校 现在我想,这个事情我从来都没听到说过 志愿填好了,还会被改啊 大事都打哭了 懵了 我跟那个帮过志愿给改的人 无缘无从,必然给他帮过志愿 6月23日高考成绩公布后 同学们按照分数填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 赵凯考了200多分 填报了酒店职业管理学院 其他的同学有的报考了工业管理职业学院 有的报考了美容美发职业学院 但是现在都被统一更改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这让他们感到很纳闷 最让他们感到着急的是 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24日到6月28日中午 现在已经过了截止时间 报名系统被关闭了 这让他们无法再修改回之前所选的学校 学生的家长们得知情况之后 也都感到心机如焚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是2011年新成立的 一所民办大专院校 同学们反映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除了对于四川三河职业学院一无所知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也让赵凯和同学们想不通 填报高考志愿 或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志愿 必须具备三证一密码 也就是报名号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以及密码 缺任何一项都不能登录到系统中修改信息 按理来说 学生的信息只能自己保管 既然如此 会不会是同学们在填报志愿时 自己填错了呢 被修改了志愿的同学们都很肯定 他们并没有填错志愿 那么如果不是同学们自己填错了信息 又是谁修改了他们的志愿呢 赵凯和同学们对此也纷纷猜测着 就怀疑可能是三号校长的状态 因为都干涉哪个校长 所以说就怀疑哪个 因为我们班主 也小长的信息嘛 有点点怀疑 6月29日 高考志愿被改后的第二天 赵凯和他的同学们找到了他们的学校 万胜高中 校方得知情况后 对全校200多名高考生志愿填报情况进行了普查 中国12名考生的这个志愿被修改了 其中的话 有11个 那么是第一志愿被修改了 有一个呢 它是这个第二志愿被修改成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在第一志愿 使用服从巧克力 修改为啥子 不愿意服从巧克力 是这样一种情况 郭校长说 万胜高中是当地的一所老中学 今年有2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 以前还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现在学生的志愿被改 郭校长怀疑 很可能是学生的信息被泄露了 那么除了学生本人之外 还有什么人能知道这些信息呢 一般的说是 只有一般教育 我本人准他掌握这个信息 而最学校其他层面 他基本上会掌握这个信息 除了校方 能够有机会接触到 学生高考填报信息的 还有梅山市 东坡区 招生办公室 作为信息管理员来讲的话 那么全区的所有考生的信息 他们只要填报志愿 你在这里 你在后端 你都是可以看见的 对不对 后端我是看得到的 你知道这些信息 管理这些信息 你能够有权限进入去改吗 就是修改这些信息吗 不行 东坡区招办负责人介绍说 无论是市招办还是区招办 对学生的信息都只能查看 而没有修改的权限 而且在更改志愿的过程中 除了要知道考生的身份证号 考生号和报名号之外 最关键的是要有登录密码 而登录密码只有考生自己才知道 我也很吃惊 我非常的吃惊 因为这密码只有自己才能够掌握 别人是不知道的 怎么能够被篡改了 原来按照填报信息的要求 每一位考生进入志愿填报系统 都有一个原始密码 这个密码由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设定为身份证号的后六位 在发给考生志愿填报指南里 明确的要求 为了信息安全 考生要自行修改密码 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说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 学生高考志愿被改 漏洞可能恰恰就出在密码上 三证掌握了 如果说他又知道他没有改原始密码 他就可以用他的原始密码 进去登录 进去改志愿 那么这些被修改了志愿的同学们 真的是因为没有按照要求修改密码 而导致志愿被改动了吗 当我这个时候就没想到要改密码 所以说就停止 一直就停止远了 咋知道我们的准考证 什么都没想过 经过调查 被修改志愿的12名同学 果然都没有修改原始密码 但是即便如此 学生们仍然想不通 他们的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以及报考号 又是如何被泄露的呢 而且他们的志愿一夜之间 都被改为四川三合职业学院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通过查询被改志愿同学的分数 学校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他们的分数基本上都建立在195到300分之间 因为说这对学生他只能填饱儿战的原校 而被修改的四川三合职的学员 恰恰有时跟他说一个儿战原校 所以说我们觉得的话 这里面是为了梦中联系 教务主任的邮商里 惊陷重要的建议 发现像民工的三部邮件 第二年高考学生报告 第二年高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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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介入调查 嫌疑人浮出水面 四川眉山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调查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考生的志愿可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那么现在考生的志愿被篡改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高考信息 被人泄露出去之后 然后再被人恶意篡改 那么到底是谁 把这些考生的信息泄露了出去 又是谁把他们的志愿进行了恶意篡改 为了查明事实真相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梅山市东坡区万圣派夫所 报了案 接到报警后 警察兵分两路 一路到东坡区招生办公室进行调查 另一路则直奔学校 在对学校的调查过程中 警察发现万圣高中 今年高三一共七个班 被改志愿的学生 集中在高三四五六三个班 其他班级没有发现志愿被改的学生 警察分别找到了 这三个班的班主任了解情况 班主任只能掌握学生三证中的身份证号 因此不大可能修改考生的志愿 经过调查 警察发现 学校里唯一能完全掌握考生信息的人 只有教务处主任徐泽如 这就是万圣高中的教务处主任徐泽如 就在警察准备准备询问徐泽如的时候 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徐泽如作为万圣高中的教务处主任 为什么会在警方进行调查的时候 主动联系被改志愿的同学 又为什么会承诺他们不被三合职业学院录取呢 这让警察感到徐泽如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大了 于是他们把他带回了公安局协助调查 并且对徐泽如工作所使用的电脑 也进行了电子看研 在徐泽如的信箱里 警察发现了三封不同寻常的邮件 大家看到这个是徐泽如的发电箱 一共的三封邮件 12年高考学生报名信息 12届高考成绩 12届高考成绩的DBF 这是这三封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这个12年高考成绩DBF 我们看到一共有195名学生的高考成绩 邮件的发送日期是6月25日 也就是填报志愿开始的第二天 徐泽如就把这三份文件发送了出去 他所发送的三份文件中 包括了万圣高中 今年所有参加高考学生的成绩 以及个人信息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考生没有修改原始密码 拿到这份名单的人 就可以用考生身份证的后六位数字 作为密码 直接登陆他们的填报系统 更改志愿了 我们在这个文库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设案的 比如说少敬 周庭 祝彦平 这些就是高考志愿被篡改的 这些学生的名单 由此看来 徐泽如确实泄露了考生的信息 而接收这三份文件的人 可能就是修改考生志愿的人 与此同时 另一路警察的调查工作 也有了进展 他们在梅山市招生办公室 通过查询考生志愿被改动的情况 发现这12名考生的志愿 都是在6月28日 报名时间 即将截止前的半小时内 被一起改动了 并且修改这些考生志愿的电脑 使用的是同一个IP地址 确定之后 警察直奔梅山市人寿县 在人寿 警察找到了这家旅馆 通过了解情况 他们发现 四川三河学院 负责在梅山招生的老师们 曾经入住过这家旅店 经过调查 警察在宾馆里 发现了一本招生宣传手册 和四台电脑 经过勘验 这四台电脑正式修改考生志愿的电脑 从时间和修改志愿的地址上来看 四川三河学院的老师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曾经住在这里的七名老师中 谁是那个和徐则如进行邮件联系的人 又是谁更改了学生的信息呢 时间进入了七月三日 这时候距离考生们的志愿被篡改 已经有六天的时间了 警方仍然在对案件进行着侦破和调查 但是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七月四日 这十二名考生等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们接到了东坡区教育局的通知 说这十二名考生可以到教育局去把他们的志愿改回成原来的内容 尽管现在志愿可以改回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的调查远远没有结束 考生志愿被篡改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侦破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七月四日 赵凯和他的同学们来到了眉山市教育局 改回了自己的志愿 这让等待了七天之久的同学们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考生的志愿被改回了之后 疑问还没有解开 此时警方在对徐泽如的审讯中又有了重大发现 徐泽如承认的确是他泄露了万圣高中的考生信息 经过调查 徐泽如口中的李主任 名叫李文松的人 是四川三河学院 在梅山负责宣传招生的负责人 了解到情况后 警察来到了位于卢州的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也就是李文松的工作单位 警方表明了来意 消防表示学校也正在调查此事 而且从他们调查的情况来看 更改考生志愿的老师 除了李文松之外还另有他人 根据校方提供的线索 7月6日 梅山警方将参与此事的贩子嫌疑人李文松和秦柯斌带回了梅山 这就是贩子嫌疑人李文松 今年33岁 四川卢州人 这是贩子嫌疑人秦柯斌 今年24岁 云南巧家县人 两人都是四川三河职业学院的招生老师 两人都承认参与了篡改万圣高中12名考生志愿的事件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 万圣高中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傻了眼 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自己学校的教务主任泄露了他们的信息 考生信息被有意泄露 神秘人士透露招生内情 四川眉山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调查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现在三名涉嫌篡改考生志愿信息的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都是高校老师 那么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要去篡改考生的高考志愿呢 事到如今 徐泽如 李文松 秦柯斌三人都说 他们根本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 徐泽如说 他和李文松认识 也就是两个月以前的事 今年五月份 李文松来到万圣高中 找到了徐泽如 李文松介绍自己 是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负责在眉山招生的小组长 因为学校去年刚刚成立 急需生源 想要万圣高中 高三学生的联系方式进行宣传 因为徐泽如负责学生的志愿填报工作 听说对方是来学校进行宣传招生的 便异口答应了下来 两个人联系之后的第二天 徐泽如就把万圣高中高三学生的联系电话 发给了李文松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文松一边开始 按照名单上的联系方式 打电话给同学们进行宣传 一边到学校发放宣传单 对此万圣高中的一些同学也说 在五月份的时候 确实收到过三河职业学院的短信 获了宣传单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 招生宣传的效果并不理想 6月23日2012年高考成绩公布 按照规定 6月24日到6月28日中午 考生们有四天的时间进行志愿填报 但是6月24日高考志愿第一天填报后 李文松发现万圣高中的考生 竟然没有一个人填报四川三河学院 这让他急了眼 李文松说 今年初来招生前 学校表示 对于超额完成招生任务的老师 会给予相应的奖励 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 他不仅拿不到奖励 还会面临招不到学生的问题 心急如焚的李文松 再一次找到了徐泽如 而这一次他提出 想要万圣高中 所有考生的考试信息 以及成绩单 我说找成功了 我会感谢 我说我读到 跟其他什么美的吗 今天是有货 而且我到了我们学校 我认为是很快感觉 现在他在招生考试报上 十一五的 他就是珍贵的 这个样子的学校 把我们学习 没错人都不修改 就给他发过去 但是一个出发 那就是想让我们的学生 投一次 拿去读一页 两人通话后 徐泽如在6月25日晚上 把万圣高中 考生的信息和成绩单等 三份文件发给了李文松 李文松接到邮件后 开始按照三合学院的招生分数 查找成绩在200到300分之间的考生 再次进行了电话沟通 但是结果依然不如人意 眼看着填报志愿的时间即将截止了 李文松就直接让同事秦科宾 修改了学生的志愿 就这样秦科宾把分数 在200到300分之间的 符合三合职业学院录取分数 并且没有修改密码同学的志愿 全部更改为四川三合职业学院 李文松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修改了考生的志愿就完成了招生任务 但是他没有想到6月28日晚上 这件事就被万圣高中的同学发现了 事发之后 四川三合职业学院在学校的网站上 对此事发表了一个声明 表示对违反学院招生纪律 和国家招生政策的行为会从严处理 在警方进行调查时 四川三合职业学院的负责人表示 这件事情完全属于学校老师的个人行为 与学校并无关系 三合职业学院的负责人没有料到 只是想多招学生的初衷 竟然会演变成后来这样的事情 记者在东坡区招生办公室了解到 学校之所以会如此大力度的进行宣传 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正是基于这种压力 四川三合职业学院给老师下达了招生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 在招生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老师们也就各显其能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 告诉了记者关于他们学校招生的许多内情 我们去做它都有利益关系 而中间肯定会有一些 比如说一起吃下饭聊聊 然后去谈一些问题 然后也会跟有一些老师达成这样的 然后让他帮我们去 比如说你帮我介绍一个人过来 我们给你多少钱 对于像四川三合职业学院老师这样 违反招生程序进行招生的情况 美山市东坡区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 这种行为是要被坚决禁止的 这种行为应该说是非常恶劣的 我们对招 到我们地方搞招生宣传 我们都有一个要求 要规范行为 如果不规范行为 他就不能在我们地方搞宣传 进行招生的这些学校 都需要制定一些手续 或者是学校制定什么样的机制呢 这个学校的第一个 它必须是我们省上规定的 在我们川内招生的 有计划的学校 它才能有资格在我们这地方宣传 按照法律规定 徐德如涉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李文松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秦科宾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 他们已经被四山省梅山市东坡区检察院正式批捕了 高考考生的志愿 关乎到考生的命运和他们人生的未来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几名高校的教师 为了完成学校教下来的招生任务 居然采用这样一种违法的手段 篡改他人的高考志愿 严重地损害了高考考生的利益 一方面提醒我们 必须要加强高考招生工作的管理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提醒考生和家长 要保护好自己的高考信息 千万不能随便透露给他人 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感谢您关注本期 进入超保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意学间 进入说法